看一下贝大克 有没有什么说法 对面选了控龙三 那你上当了 你控龙三就上当了 但是这次对面神木灵的速度变快了 开场压女儿村 对面并没有防这个洛花 不过他开场是带了个死亡法防 清风望月省点五龙 丢杖气控恢复 他觉得对面可能会清风望月 或者直接吃五龙丹 对面再凝制 还是想抢一下二速 对面又加了个五龙 这个五龙丹还是比较常规了 肯定要吃防禁疗 再跟情音三叠 来个善恶 这样的话女儿村种着落花倒地了 下回合拉起来就能喝酒 吃五龙丹 然后宝宝撞自己一下 怕万一不打他 这样武装可以补光辉 或者起个塔 他开场丢放下 然后轻风望月 剩下的怒应该是够补过光辉的 先骑他 再控武装 那把金刚护体 情音三叠 清了一下神木林刚出的这个宝宝 强推力波面伤 神木林连宝宝都没出 清掉了化身的宝宝 这个就应该是对面武装速度太慢了 因为他武装占的15%的加速的位置上 如果这样快不过的话 他可能就不是个高速武装 他只是变了张卡而已 这样默认对面女儿村会放金轻的话 盘司可以继续丢杖起 然后武装就补光辉就好了 或者点个灯 应该是先点灯 这样是最好的 控龙三 他觉得龙三可能不会出宝宝 对面化身居然自动 这个自动还是有点关键的 他本来就少个宝宝 本来这回和女儿孙精心宝宝出手 他可以活血 这样下回合武装可能套他 盘司又可能尽疗 他就不太好 保证自己一定能出手 冰川怒再压人 死了 高莲 高莲善恶 我好像不太见到 真宝哥现在还拉这样的宝宝 因为 之前的确是有一度 有这种高莲的慢速宝宝 但是后来立刻被 后来有这种善恶 成堆的善恶出现之后 都被善恶压师取代 然后这种高莲的 带善恶套的就比较少 笑了一下化身 化身被笑中了 这也行 走了波蜂卷 走了波蜂卷 这样对面一旦四打五的 我感觉十回合之内都都能推掉了 恢复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两个神木灵现在在持续输出 都不用上状态 秘刃什么都不用起 秒就完了 控神木 不让他亲宝宝 化身出了个配速 化身放个四海 回头血 这个四海很专业 那边的法皇宝 出来之后 直接掉了大半条血 208还打明秀猿 见会 今天打进会的强服还挺多 都在为服战操练一下 他可能那个法皇是有进台的 或者之类的 那没高法皇吗 就没高 不是 没高反正就没高反正 现在这些辅助出啊 需要反正的比较少 怎么可能无解 没有无解的阵 国标就能打 现在高连宝宝不多的 你用高反正也不一定是为了震人物多少血 咦 这个宝没压尸 没事 另外一个压尸了 这样对面女儿孙起不来 精心放不出来的话 两个单位依然会站着 再笑一下 他觉得宝宝可能配速 能开 丢无魂 这个能配化身 苍林雪雨飘起来 再丢无魂 还行 两个中了一个 但是还是有两个善恶在压尸啊 这两个善恶如果对面处理不掉的话 女儿孙并不好站起来 不过俩都是善报 那他女儿孙就站起来了 女儿孙放掉金青 的话 武装和盘丝可以直接换两个须弥出来 这样对面化身是活不上女儿孙的 两个须弥应该够了 补光辉啊 打得挺稳 没有选择把宝换掉 那就丢瘴气啊 或者丢落花应该都可以 龙五位的神木灵可能会出宝吧 所以他控了一下龙三 再笑一下化身 你们觉得游戏声音很小吗 之前都说游戏声音太大 我声音小 怎么现在变成我声音太大 这样的话两个先例孩子都拉出来了 控化身 醍醐宝了 对面风中也没用 这样对面女儿孙还是要倒地 这个宝宝是个高速的 这个也是个配速 两个都是高速的 那他这样的话 点着这个宝宝群秒能秒掉俩 很难解决女儿孙站不住的这个问题 很难解决 因为我们还是要武装和盘斯这个阵容 他能从两个点来控对面化身的恢复 第一是武装直接套化身 第二是盘斯尽了女儿 两个点 他不能都解决的话 女儿孙就是要继续倒地的 高速拉 他现在高速单位不够多吧 这个宝宝能配化身拉起来 那武装被套了的话 武装是拉不了人的 这个只是造型的问题 一个拉 这两个宝宝还真的能配上速 但是 他没选择这样拉 他可能觉得这样拉 会吃两个神木灵一波 这个落叶萧萧 哎呦 怎么又这么拉地银 可能他觉得这个地银的速度 应该是比这个孩子速度慢的 这波拉亏了 继续拉女儿孙 然后女儿孙还是死了 这波何止不亏 简直是斜传 再拉个底厅 化身没有放特技啊 甚至不敢用技能 用灵宝推最稳 入点击破来清这个压师的宝 他还是恶爆 尽疗也不能舍自己啊 他是不能被治疗 手气不好 下次试试看脚气行不行 有没有这种高速地厅的说法 一个笛子 一个镇压令 直接出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丢了八尺 有两个笛子 两个笛子一个成107 八尺 对面化身刚才用过一点灵源了 所以他是没灵源的 出手了 快过花果山 他化身没法防的 也不能说没法防 可能法防没那么高 这么说会比较科学一些 对面开掉神木灵 然后神木灵上了个盾 有没有可能他化身带抗风 我不知道 但是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带法防 而且像这种 像这种阴阵克龙阵有小克 但凡有点法防 效果应该还是比较明显 效果是